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饱了就很探生的 很多小伙伴在后代私信我 让我做一下什么麻辣鸡块 红油鸡块 凉拌鸡 其实这些鸡都是通过口水机演变来的 吃得了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红油鸡块 鸡肉凉水下锅 来一个葱节 放入姜片 来一个八角 有当归需的可以放一点 最好是不放 因为不好把握量 料酒 再来两个干辣椒 水开以后给它煮上20分钟 这个20分钟 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调料 少了一点的老姜 稍微拍一下 大蒜 轻轻的拍一下 蒜拿要稍微多一点 能吃辣的红油来加几个小米辣 稍微拍一下 把小米辣 大蒜 还有刚才那一小块老姜 然后给它放进去 用十九给它捣碎 没有十九的就用菜板给它拍碎 好 打花的蒜 给它放到碗里面 加生抽 少了一点点盐 不能多 鸡精来一点 少放一点点就行了 花椒粉 不能吃麻的可以不放 陈醋 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放 来一点白糖 增加一点回甘的味道 家里面有辣香露的红油可以放一点辣香露 再来一勺煮鸡肉的圆汤 防止这个汤过于咸 滴滴滴滴花椒油 一切不开 哎呀 哈 卢家这个力气这么小 你们快这么慢 哦 那个家里的啊 我都是在东西面说的呀 哈哈 怎么厉害啊 好棒 怎么 是吧 红油给它搅拌一下啊 红油的详细做法 前面是有视频的 大家可以自己做 多搅拌一下 倒 以前我们在饭店做的时候会再加一点白芝麻 看起来这个芝麻多一点啊 一下上面漂浮着一层芝麻 其实没什么作用 就是好看啊 剩下的给它放好备用啊 做这个鸡肉呢 我们要小火慢慢的煮啊 这两句香肠来吃啊 这种是200克的包装的啊 这个真空测的太紧了 还有一种500克的 今天这个香肠实在太贵了 这个成本太高了啊 不知道能不能卖掉 吃香肠的吃法呢 其实没什么讲究 就把这个香肠蒸一下 等一下切片就行了啊 可以稍微洗一下吧 你又拔起来是吧 或者我们直接捞出来放到这个凉水里面啊 就凉开水啊 如果没有就自然放凉吧 用这个凉水刺激一下来 皮来会缩紧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拿一点大葱把表面的这个皮给它撕掉啊 然后把大葱的皮给它破开 切成的撕啊 一定要用嫩一点的大葱啊 切一点大葱给它打底 也可以换一些黄瓜什么的拿来垫底啊 鸡肉稍微给它片一下 把这个好看的这一块给它片出来啊 然后砍成小块 不好看的先摆在下面 好看的摆在上面 好看的摆在上面 把这个给它搅拌一下 淋汁 再淋 炒香葱啊 来一点点香菜 哎 吃饭吃饭了 饭了 好 给小苹果炒个蛋炒饭啊 香肠给它蒸20分钟之后切片 吃香肠呢就要吃这种瘦气肥三的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打到最佳 来香肠呢 哎呀少吃点 嗯 吃鸡肉吧 我来英语都可以吃的 嗯 嗯 小苹果吃不吃鸡肉 我吃 嗯 嗯 香肠就要几块一块的一起吃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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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aide vague 翻 公 你要擺 做-个良 Cobain 鸡腿 主要就是看调料啊 鸡肉只要给它煮熟就行了 但是煮鸡的时候要注意 是小火净煮啊 火不要开得大 煮出来鸡肉了就不会那么老啊 然后就是调料 调料的比例呢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掌握 红油一定要做好啊 它的菜类的香味全部来自于红油 以前都是有饰品的 大家尽量自己去做 但是我店铺是有做好的啊 做好的那个得花不少钱啊 好痛哦 吃人的鳄鱼 嗯 吃人的鳄鱼啊 嗯 吃饱了很踏实啊 各位朋友们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火动 火动